好 看到现在呢 很多业者都会推出免费的讲座课程 吸引消费者上门 在台中有宠物店就推出免费的狗狗训练讲座 让狗主人不只可以到宠物店听演讲 了解专业资讯 其实业者还能够借机来贩售商品 像是补习班也有免费的考试课程 民众来到这不仅能够了解课程内容 当然也能够趁机着手 狗狗们活泼的在宠物店里跑跑跳跳 训练师在一旁忙着安抚 宠物店提供免费讲座 教狗主人如何训练爱犬 还能成功行销 所以它会产生什么 它会改变它的想法 它会觉得说手好像没那么可怕 老师专心讲课 从行为训练到狗狗想法全都有交 宠物店打着免费课程的噱头 不只吸引狗主人上门听课 传授专业知识 还成功让狗爸妈们甘愿掏腰包 买产品 上次我来也是买一些玩具 或者是他们的狗的用品 从宠物安亲美容 到相关书籍宠物食品 就让业绩提升了三四成 会会会大部分都会 就是有时候像他们去上课 他们就会来做安亲的动作 或者住宿 或者是买一些 一些那种训练专用的书籍 另外补习班为了招生 也经常举办相关讲座 像是证券投资和不动产证照 用免费讲座课程提高知名度 招生率更是直接提升两成 让他们不用花费用 就可以吸收到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的知识 那对你们来说这样子 让消费者先体验再消费 不过这样的行销手法 对民众来说还是见仁见智 要不然要克制自己 想要跟需要是不一样的 业者提供免费讲座 和免费体验课程 稀客 只要业绩有成长 都成功达到了行销目的 记者李人斌 王一云台中采访报道